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市印钞机 那今天这个行情呢 有人觉得无聊 那也有人觉得还不错 那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今天礼拜五 会有一些获利的卖压先调节很正常 因为当 汇达财报出来之后 它数据真的很好 那只是财测呢稍微差了一点 市长不买单的情况之下 或许有一些人 对于有一些这个整个AI的 这个布局 会稍微呢 做一些调整 因为可以看到就说 虽然汇达股价是跌 可是呢 这个盘有没有死掉 没有死掉 对不对 反而苹果 昨天的股价 往上攻 所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以前 全球的村长是黄仁勋 那现在全球的村长呢 慢慢的 转到了这个库克身上 那苹果跟所谓的AI 这个到底要怎么做取舍 我倒是觉得就说AI它不是不好 只是第三季 这个黄力轩他自己也讲了嘛 这个财测上来看的话 并不是计真超过两位数以上 所以可能有一些 这个AI的伺服器概念股呢 在第三季呢会稍微 这个震荡一下 但是我想第三季也快过完了 应该是展望第四季的部分 如果现阶段 8月到9月中这个阶段 他们先把 这个焦点 浪出来 让苹果的股票去发挥 等苹果股票展望一段之后呢 你9月中旬过后 我想资金会慢慢的再回到 相关的AI概念股身上 为什么 因为GP200他现在已经讲了 他地也没有错 但是之前呢 所产生的 所谓的这个制造的问题 他都已经怎么样 把它解决掉了 而且这个成本 他也不会加在台积电身上 所以台积电他可以自己涨价嘛 所以对我们台上来讲的话 他其实影响并不大 所以你看台积电股价 辉大主线股价是跌蛮多的 但是今天台积电股价呢 他还是撑在这个地方嘛 对不对 那我们买的鸿海 有没有受到影响 没有啊 所以鸿海也在刺激嘛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想哦 鸿海也好 这个台积电也好 他们最大的客户是谁 其实还是苹果 你看台积电营收占比里面 苹果还是占低 对不对 所以苹果现在第一名的客户 他要开始积极的 发表新机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查到哪里去 他9月发表嘛 觉得发表马上就要销售了嘛 所以代表说其实在8月这个阶段 鸿海也好台积电也好 这个拉货早就在拉了 所以就算辉达你第三季展望 稍微差了一点 但还是计真嘛 只是各位数而已啊 所以对他的一个高速运算的营收 他不会掉很多 他还是成长 然后再加上手机 你现在呢 苹果的新机 他的出货量 有没有 现在拉货量是看到9000万只 以前7500多万只而已 现在一下子拉到9000万只 所以他多出了一些 背货的一个料件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台厂来讲 他绝对是大力多嘛 所以为什么你说 灰打股价跌 红海跌不下来 台积电跌不下来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嘛 那台积电红海跌不下来 情况之下 这个大盘 虽然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去完全做补量的强攻 因为今天尾盘MSCI有调整 所以这个量有稍微出来一点 对不对 但是盘中你会发现 那个量是缩的 没有缩吧 所以现在量还没有完全出来 没有关系 我讲了 只要他下不来 他现在横的走嘛 横的走就是N型的 整理阶段嘛 那这个地方 到底什么都会完成再上去 我想这边 如果这个灰打财报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都没有办法去测这个缺口 那代表这个地方是酝酿 准备要攻的嘛 对不对 所以在攻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要去看说 到底要去买什么股票 今天很多股票是拉回来的 你看他3131的红硕 对不对 今天红硕拉回来 但是这个拉回是涨的 涨多的拉回嘛 本来就会回嘛 对不对 4510的高峰 它是涨多的拉回 所以今天设备跟一些机器人概念股 都是涨多的拉回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你的操作是 随波逐流 而不是低档先买好等的话 你现阶段的你去追高 我想这几天你很容易 会出现所谓的套牢迹象 对吧 所以我的策略我就很简单 我说我们找到对的产业族群 锁定住 我们可以守住代兔 等它发酵嘛 对不对 你不用追啊 因为你去追的 如果你没有卖掉 你现在套住 那更惨 对吧 反而我们有些股票可以慢慢上来 那结果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呢 鸿海我讲的买来等 没有关系 它会突然再拉起来 拉起来的时候你不用去追 因为你已经买好 就可以做获利了 9月份的策略 我跟各位来说 要做一些调整 这个礼拜的设备机器人 我告诉大家都很强 对不对 那这个里面你要去做区分 有一些不能乱追 有一些是可以做注意的 那我想如果你今天 有看我在 财经节目盘中连线来讲的话 我直接去了现场 我整理了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我在昨天晚上 我自己整理的 我想全市场 应该也只有我手上呢 有这份整理好的资料 那也欢迎大家直接分享出去 好不好 你可以拍照 把它 存起来一下 然后呢可以传给大家 这个是什么 9月4号半导体展里面 我把所有参长的名录 都全部看过一半 然后呢有上市柜的 我就把它写在这个里面 我大概整理一下 半导体的材料 有上品 华丽 从越 信红科 中沙 加登 深茂 太古利基 有参长的 这些股票 在下个礼拜 或许旁边上会有一些量 跟题材 因为这个礼拜 它其实有一些股票 已经在反映这件事情了 你看它均华 最近有没有反映 大量有没有反映 我跟你讲的德律 惠特 有没有反映 那一发是吊单嘛 所以一发起不来 对吧 油田 群 群益 有没有 是大涨特长 联策 心云万论不用讲嘛 对不对 低价的豪敏 昨天涨凌板 但今天拉回来 这个是怎样 股性比较投机一点 没什么获利的 泰森今天有没有反映 有啊 所以你发现 其实资金都要绕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面板机的封装 群创 油威科 最近有没有涨 精彩科有没有涨 最近有没有涨到永光 达新材料 最近有没有上来 有没有 你看今天达新材料 尾巴在强攻 他在反映什么 他就是在反映 这个9月4号半导体长 他要去 聚焦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CPU 那一个什么面板机的封装 对不对 那工具机械里面有没有参赞 有 建村最近强不强 但是建村今天来讲 就是说前面涨太多了 最近涨得很大一段 所以他出现了高档创高之后的拉回 这个都很正常 因为你要看他从这边涨上来的 涨那么多不能跌吗 不能震一下吗 一定会震 但是你会发现 最近市场资金是不是都围绕在这些股票身上 对不对 西光泽波洛威 那其他我没办法归类的 对不对 我就把它列在这个地方 这个大概是我看了所有名单之后 我把它整理出来的 那有一家叫做佳能半导体 我一开始以为是佳能 结果后来发现不是 后来怎么样 后来发现它是 佳能半导体是佳能半导体 佳能是佳能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是我今天在盘中连线的时候唯一出陈的地方 后来把它拿掉了 那这个里面要怎么去做筛选 所以我在盘中的时候我跟各位说什么 我跟各位说注意这四档新的一个黑马股 那我拿大量跟连测来做比较 对不对 我说这个赚0.1块 0.12 0.12股价在哪里 股价90几块 这赚0.49 对不对 股价多少 我在讲的时候股价还没有完全冲出去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到 这股价有没有上去 我今天印图的时候还长这样子 还有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对不对 我本来打算今天要跟大家讲 半导体 面板 PCB 外观检测设备 它全部都有 因为它原先是做PCB 外观检测的 那全球呢 百大的PCB厂 大概有八成 全部都它客户 那它的四站也是第一名 那本业来讲 因为现阶段在泰国 很多的PCB厂都过去 盖厂房 扩厂 那这个厂房的落成时间点 应该慢慢要进入到高峰期 从今年年底到明年 会有一大堆的这个PCB厂会盖好 盖好之后呢 这个相关的设备 就会开始进去了 那你PCB做好之后 外观要不要检查 要检查 所以年底到明年 它的交集会进入所谓的密集期 那PCB我跟各位讲 一定不是盘面的重点 为什么 就像我们跟各位讲过的3563的穆德 穆德它也是什么 也是PCB AOI的 穆德现在是跟大量做合作 但是穆德现在也要跨入半导体 对不对 那连测它也是一样 它也要去跨入到半导体的外观检测 那甚至我跟各位讲 它的面板外观检测 它也有相关的机台 所以如果 就像君豪讲的 三年之后 面板级的封装设备会接棒 对不对 那面板级的封装概念股 最近强不强 你自己看得很清楚 我节目上我跟各位讲过的有微科 你看已经长到哪里去了 有没有 对吧 然后 3663的新科 我是没跟各位提过 但新科股价也是很强 然后再到最近的171的永光 这都是什么 面板级封装有需要用到的一些材料 那它来讲的话 它也有什么面板级封装的 外观检测设备 所以你现在你不认识PCB 或者是现在很康的半导体 甚至未来两三年会很康的面板 面板级封装 它都有相关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跟各位讲 原先 连涨停都没涨停 那现在来看的话 我刚刚上节目之前 它就拉到涨停板 对不对 那这两股票我讲了 在富豪体验班里面 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家族成员 我讲的你都可以申请富豪体验班 坦白讲这一波的行情下来 我也必须跟各位老师招了 在这个整理过程里面 我们前面有一些布局是满的 那我也不知道各位 你们资金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特别要求公司 在整个家族成员里面 我们再拉一个群组出来 对不对 因为有些人还是很有很多钱 还有很多钱他想买股票吗 那如果我一直守着这些 比较旧的这些股票的话 他们会觉得很无聊 因为他们秘密还有钱 他想买股票 可是他没办法买 对不对 因为我很坚守住 有一些之前买住的 目前还稍微有点亏损的股票 我还是持续追踪他们 所以这个就会反映 要有新的股票 要有新的股票 所以我后来干脆怎么样 就开一个富豪体验班 所以你有资金的都可以做申请 好不好 你有资金都可以做申请 我想今天你在整个富豪班里面 已经有申请了 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6658的连册 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涨停板 我买的时候还没有涨停 甚至一度还这样 这边还震了 找他这个地方 一下子公共快快涨停板 后来成交几张 后来又下来 下来这边扔扔扔扔扔扔anny 对不起 但最后怎么样 还是锁上去 为什么会锁上去 因为这种股票 我跟各位讲 现阶段在整个设备里面 我发现市场有一个特性 就是你那些旧的股票 大家都很爱坐当冲 他要续航力没有 对不起 因为这种已经讲了 你看我从2月15号 上节目以来 就跟各位一路讲到现在 對吧 當時股價還多少錢 才 三四十塊而已啊 現在股價多少錢 一百多塊啊 那你這邊你真的買的投資朋友呢 很多人也不敢抱 所以你就發現就是說 當這種股票它還漲的時候呢 一定有一堆人去做當沖 它稍微一震盪的時候量就縮下來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不敢沖 因為一定要有人拉 有人拉 大家才會想要沖嘛 所以今天一不漲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到就說 它怎麼樣 它整個量就縮起來了 所以這一種就是說 大家已經都知道的 很多人就在當沖 那股價 你真的要操作的話也很難操作 所以現階段就是說 市長會去處理什麼 就是大家還沒完全注意到的 我想我今天講這個連策 你應該很陌生 這樣股票 我如果今天沒有跟你介紹基本面 你會瞭解到它嗎 不會 非常陌生 前面這邊在漲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要漲什麼 對吧 那我跟各位講 通常來講 順便教學一下 這一種就是說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的 突然之間有些轉機 它一定是拉好幾根上來 拉了好幾根以後呢 你看那量都沒有出來 因為它本來就是這種冷門股 冷門股的情況之下 這邊呢 前面吸筹的 它會先轉一趟 然後會打下來 打下來從後來會沉澱 會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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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會發現到整理整理這邊量都出來了 量都出來就不一樣囉 量要出來就是說 它接下來要開始怎麼樣 要開始變成大家都知道的股票 沒有錯吧 當時的均衡不就是這樣子嗎 當時我們在買這種設備的時候 誰會理他 有沒有 對不對 我們在操作均衡誰會誰會理他 這邊我跟各位講 再買回來很多也不相信 都覺得怎麼樣 從三十幾塊漲到 六七十塊已經是頂了 不可能會漲 對不對 如果我六十幾塊沒叫各位下去買 漲到快一百塊這一段你也賺不到 這邊我是沒有商譽到的 我也跟你講 反正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我怎麼做又怎麼講 對不對 賠錢的股票我也不會想說 這個讓你知道覺得很可恥或怎麼樣 這就是我們時代的操作 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但是我講的我問心無愧 對不對 我就是這樣子做 因為投資我跟各位講 不是一兩天的事情 你看我的股票可能 三四天沒漲 但是我講了 後面漲上來的話呢 那就很不一樣了 當時這個地方的均衡 為什麼可以一直報上來 對不對 沒有錯吧 當時我跟各位講的 我最早在這裡 有沒有漲沒漲 但我們堅持得住 因為我對我的產業看法 我是有自信的 我知道到最後面 市場終將反映我的看法 沒有錯吧 很多時候我跟各位講在前面的東西 剛開始看你覺得沒有什麼 但到最後市場中將會反映我所講的 那今天的連撤他就這樣子 所以我說我說各位 所有家族成員 或者是你想要做這種 敢追的敢殺的 紀律操作投資朋友 你只要快速累積價差的話 歡迎大家 來參加這個所謂的富豪體驗班 打加一就對了 好不好 加一就對了 好 那這個來講的話 後面 很多人問我說散熱到底還沒有機會 現階段GP200地嚴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地嚴7月份就在喊 所以我覺得 我反而倒是覺得到了9月份 如果散熱的族群 還沒有再繼續往下 那就是底了 準備要開始起來了 所以你看 像今天有一檔股票 叫做 尼德克操縱 為什麼會漲停板 這種股票怎麼樣 跌升一段了嘛 跌升一段之後 這邊開始轉強 對不對 這種籌碼最低的 最容易被 拉起來 那通常來講 他如果一直拉的話 就會有一些帶動的效應 所以我覺得散熱來講的話 黃倫勳講的會遞延 但是遞延還是要出啊 所以你到最後題材還是要回到水冷身上 所以有水冷題材的個股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過度緊張 對不對 3324的裝紅 整個現在的法術內容來看 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包括獲利面 都是之前 法人在這個階段所預估的一模一樣 現在都沒有掉進度 現在只是說GPT要買地鹽 所以我說9月份 如果他真的再下不來 對不對 那代表有一些資金準備在這個地方 足底 要開始準備吸召了 所以我說這個要反攻也很快 他要拉 他如果真的要再拉的話 這種情況一定會再來一次 對吧 所以不用過度緊張 包括3017的 齊鴻也是一樣 然後呢 我跟各位講3483的例子 先回160 現在已經回到160了 160之後到170 有沒有 我說我的策略很簡單 先回160 再看190 對吧 前面我們會介入的原因也在160附近 那現在170 對不對 這邊有掌握一大段 很可惜 下來 但沒關係 下170 最早我們在160看好的 那立志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 還有一些東西 不只是水冷部分 你要去看他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像什麼 最近這個黑悟空 是不是很強 黑悟空呢 坦白講 我稍微了解了一下 中國大陸有一些人的習慣 他玩電玩遊戲 他也是喜歡用筆電 所以電競筆電的需求 最近來講應該會有集單 這個集單 一定是9月份之後 看8月份營收才看得出來 或者是你到了10月 有一些常常跟你講說 真的耶 這個8、9月有集單 你才看得出來 那我跟各位講 如果按照黑悟空現在的銷售狀況 高盛是預估賣2000萬套 你知道現在已經賣到幾萬套了嗎 現在好像已經賣到了1500多萬 還1700多萬 所以他又把這個銷售的套數 又往上掉了 2300多萬套 那這個來講的話 電競 電競的需求 應該會有集單 而在整個電競的散熱裡面來講的話 他的試占率 是超過5成的 如果只看水冷 最近不會轉強 但是如果你要看 所謂的電競散熱來講的話 因為他的試占超過5成 所以他就有看頭 在整個 電競散熱部分來講的話 有分很多種 一種熱導管 均熱板 熱導管加均熱板 均溫板 然後加超薄的熱導管 這全部都有 那現階段 這個 RTX4070 他的功耗大概是落在哪裡 大概是落在200瓦附近 200瓦附近 所以這個 這個組合 熱導管加均溫板的組合 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 最被看到的 如果你只是這個 這個賣不多 但是你這個兩個都加起來 就賣很多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說各位 在整個集單效應的情況之下 這家公司 最近股價慢慢變高 一定有東西 你慢慢看 我的策略很簡單 先160 再看190 那下170幾 你就慢慢看 好不好 那 9月份一定會漲一些 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不會只漲到 所謂的這個設備跟機器人 設備跟機器人是8月份 我跟各位講的事情 我說他一定是這兩個族群 但到9月份會不太一樣 他會漲到一些平蓋 他會漲到一些手機 有關的 他會漲到一些筆電有關的 那他甚至會漲到一些什麼 IP有關係的 所以 資源來講的話 昨天法人買了多少 1792張 隨時都有機會 再拉一根 慢慢看 神盾 昨天法人買超582張 代表這個地方 法人也認同 對不對 他幾乎就買在這個附近 你們自己看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要再拉起來也很快 所以相關的概念股 我跟各位講 相信我就對了 我一定有辦法 帶各位 在股票市場裡面 長長久久 這個過程很煎熬 每個階段都是如此 我們有時候會很好很大大順的時候 那有時候也會稍微卡卡卡的 難免 所以我說 我特別 幫助 各位 就是說 有一些投資本 真的還是有很多的資金 他想買股票的 我說沒關係 我另外開個族群 群組 富豪體驗班 對吧 你今天留言 加一加聯絡電話 我想 這個股票 漲停板你都看得到 對不對 就像我 我跟各位講的 定海神針計畫 一加一 飆漲10%再起算會期 這個10%你看到了 對吧 所以各位 所有家族成員 有資金的 歡迎大家 你讓我知道 你讓我知道 你還有資金 我才有辦法 提供一些盤面 比較熱的股票 給各位做參考 好不好 富豪體驗班 留言加一 加你的聯絡電話 跟著我一起來 好不好 祝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休息一下 帶回來 歡迎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各位 這個行情呢 9月份 一定會有不一樣的一個 新的 方向出來 因為 在8月份來講的話 經歷過股災 最強的就是設備 跟機器人 最早就V轉的 但是到了9月份 這些已經V轉一大段 他不太可能 直接再去拉這些 他一定會拉新的東西 蘋概是一個方向 還有其他的 等著 等著大家 好不好 所以我說各位 先從半導體驗開始 這張股票 我想 你有在富豪體驗班的 都可以幫我做見證 甚至你盤中 有在看連線節目的投資朋友 你也都可以幫我做見證 因為我講的時候 都還沒漲0板 對不對 那現在的股價呢 你可以看到 尾盤是直接鎖漲停 對吧 所以各位 讓我知道 你還有資金 那 如果 你要體驗 這一種富豪體驗班的 歡迎大家 跟著我一起來 今天留言 加一加電話 下一檔的漲停板 跟著我一起來 祝大家操作順利 週末愉快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再見 我們下一個 晚安 我們下一個 讚 客人 我們下一個 這張椅子 是 我們下一個 我們下個禮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